晚上好,我是素年锦时 我在仙鹤居住的地方河南鹤壁向你问好 今天你过得好吗? 今天我要讲述的人物是文成公主 听完之后,别忘了在文末点一个在看哦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公元680年龙东的一天 西藏上空乌云密布 刺骨的寒风呼呼地吹 带有山云欲来风满楼的架势 一位来自东土大唐的女子 走完了她56年的人生旅程 彼时她的葬礼正在隆重又肃穆地进行着 天日无光,北风乌夜 似乎是向世人诉说着 这位伟大女子传奇的一生 她入葬整整四十载 从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半步 为了促进唐朝与吐蕃的和平友好关系 她用一生时间兑现了当初的诺言 她就是中国古代最成功的女外交家 文成公主 私人已逝,忧思长存 文成公主虽去世一千三百多年 但在拉萨的大昭寺内 至今仍保存着藏人为纪念她而造的塑像 如果你踏上西藏这片土地 便会发现不少地方都有文成公主的踪迹 这里一年四季香火不断 苏油灯昼夜长鸣 前来朝拜的藏汉群众络绎不绝 纷纷表达着对公主的思念之情 正如唐代诗人陈桃写的那首诗 侠鲁生勤未有芽 黑山营中食龙蛇 自从贵主和亲后 一半狐风似汉家 远赴一国和和两族 吞下了委屈 未大了格局 也许这就是对文成公主一生的最佳诠释 公元638年 一个16岁的少女正依偎在父母身边 自意地享受着宠爱与呵护 这天真烂漫的少女 万万没有想到 眼前的岁月静好 会因唐太宗的一道诏书 戛然而止 事情还得从唐太宗的和亲政策说起 当时 大唐在李世民的治理下 可谓国泰民安 繁荣昌盛 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志 唐太宗素来崇尚 一桩婚姻相当于十万雄兵 他曾把自己的妹妹衡阳公主 嫁到突厥 又把红化公主嫁给土骨魂贺涵 从而建立了大唐与突厥 土骨魂之间的友好关系 称霸一方的吐蕃王松赞干部 自然不甘示弱 他也想拥有这样的荣耀 于是一向彪悍的他 对部下说道 唐朝公主 我是取定了 他随即派遣使者前往大唐求婚 但却遭到了唐太宗的拒绝 当时的唐太宗 压根就不把吐蕃放在眼里 认为松赞干部此举 纯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惨遭拒绝 这样一向心高气傲的松赞干部 极为窝火 据吐蕃史书《世纪明鉴》记载 松赞干部曾写信威胁唐太宗说 若不许嫁公主 当亲提五万兵 沙尔堂果 沙尔夺取公主 公元638年 松赞干部果然率大军来到大唐边镇 扬言要迎娶公主 见不到公主就继续率军前进 松赞干部此举无疑惹怒了唐太宗 为了让他彻底死心 也为了大唐的面子 唐太宗立刻派出军队前去镇压 就在双方打得难解难分时 松赞干部却突然醒悟 大唐国力强盛 兵强马壮 如打持久战 我们恐怕伤不起呀 就这样 松赞干部再三衡量后 果断撤兵 并决定派心腹重臣陆东赞前来谢罪 同时提出请求迎娶公主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 唐太宗见吐蕃如此诚意 便对群臣说 既然松赞干部知错能改 又这么给大唐面子 就依了他吧 唐太宗嘴上虽然答应和亲 心里却犯了难 她是一万个不愿意 让自己的亲生女儿 嫁娶吐蕃那样的苦寒之地 最后 在长孙皇后的建议下 她决定挑选一名宗室女子 加封为公主 前往吐蕃和亲 这就是文成公主 当时天竺 大石 霍尔的国王 也派了使者求婚 他们都希望能够迎娶 文成公主 为了公平起见 唐太宗决定 让婚使们鄙视鄙视 谁赢了 便把公主嫁给谁 唐太宗一共出了六道试题 让使臣们解答 这些试题 无一不是刁钻异常 其中有一题是 要求把一根很细的丝线 穿过一颗 有九曲孔道的明珠 如此难题 让各国使者 一筹莫展 只有吐蕃使者 陆东赞 勤及生智 只见 他把丝线 系在一根蚂蚁的腰部 让蚂蚁带着丝线 爬过明珠的九曲孔道 最终 成功完成任务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六世婚史的故事 在拉萨大昭寺和布达拉宫内 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 描绘这故事的壁画 而唐朝画家严历本 所作的传世名画《布脸图》 记录的便是唐太宗 接见吐蕃重臣 陆东赞的情景 公元六百四十一年 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 文成公主的送亲队伍 浩浩荡荡地 从长安城出发 从此 他告别家国故土 割断骨肉亲情 开始了新的人生 在家的时光 有多温暖幸福 离家的日子 就有多寂寞悲凉 这一走 可谓是 西出长安 无故人 一路的舟车劳顿 并不是让她感到最难受的 思乡之情 才是对她真正的煎熬 关于文成公主入葬 世间流传着 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 这天 送亲队伍来到赤岭 稍作休息 侍女扶着公主 缓缓下了马车 公主环顾四周 发现离故乡 越来越远 不由地伤心落泪 她仰天长叹 任冰冷的泪水 打湿衣巾 这时 侍女把一面镜子 捧到公主面前 说道 夫人曾经嘱咐过 如果公主想家了 就照照宝镜 就可以看到她的模样 文成公主听罢 连忙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半信半疑地 把脸往镜子前面凑 这一看不要紧 镜子里不但没有母亲的模样 反而看到了自己憔悴不堪的容颜 一怒之下 她夺过宝镜 将其重重地摔在地上 没想到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落地的宝镜 顿时化作一座雄伟的高山 后人称之为 日月山 日月山恰好挡住了一条 东去河流的去路 河水不得不掉头回流 于是人们称这条河为 倒躺河 也许这就是文成公主 永不返回中原的预兆吧 历经了一个多月 风雨兼长的艰苦跋涉 在春暖花开之时 文成公主一行 终于抵达了黄河的发源地 河源 这里有大片的草原 风景如画 牛羊成群 一改沿途风沙迷茫的荒凉景象 公主环顾四周 往日郁闷的心情 似乎开朗了许多 平日里深锁的眉头 也舒展开了 这时 松赞干部亲自率领的 大队迎亲人马 也赶到了和园 神态端庄 气度优雅的文成公主 令松赞干部 惊为天人 在汉夏王李宗道的主持下 松赞干部 宇文成公主 按照汉祖礼节 在拉萨 举行了盛大空前的婚礼 历经千难万祖 这位驰骋高原的吐蕃王 终于抱得美人归 西乡记里的凤求皇 秦歌写道 由美人兮 见之不忘 一日不见兮 思之如狂 松赞干部 对文成公主的爱情 恰是这样 惊鸿一瞥的 一见钟情 松赞干部 自豪地对部署说 我族我父 从未有通婚上国的先例 我今天 得大唐公主为妻 实为有幸 我要为公主 修筑一座华丽的宫殿 以流逝后代 那座美轮美奂的宫殿 就是现在 物以西藏拉萨的 布达拉宫 为了安顿好公主 松赞干部 可以说是用心良苦 宫里的建制 都是模仿大唐的风格 小到栽种的花草树母 都挑选公主喜爱的品种 文成公主 在松赞干部的细心呵护下 慢慢适应了 吐蕃的生活 对眼前这个 外表粗犷 却内心细腻的男人 开始产生了依恋 家有良妻 游国之良将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都少不了 一位伟大的女人 吐蕃人每天要用褶色制土 涂敷面 说是能驱邪臂魔 公主内心却不甚赞同 于是他委婉地对松赞干部说 我觉得保持原本的面貌挺好的 干净又卫生 松赞干部略一思索 笑道 夫人所言极是 就听夫人的 他当即宣布 废除这历史悠久的漏俗 开始 一些念旧的吐蕃人很不习惯 但慢慢地 都觉得以自己的真实面目是人 既方便又好看 何乐而不为呢 后来 他们甚至还十分感激文成公主 为他们破除了 陈规陋戏 不仅如此 松赞干部还脱下了 他穿罐的皮球 换上文成公主 亲手为他缝制的 私制糖妆 不但自己努力学习汉语 他还派吐蕃贵族子弟 到东土学习文化知识 佛经有言 要想成为一代扭转乾坤的君王 必须具备七宝 也就是七个条件 其中 除了权力 战争工具 能干的大臣 武将等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宝 那就是一位贤德的皇后 一代贤后 就是一个国家最好的风水 而作为一代贤后的文成公主 不正是吐蕃王国最好的风水吗 因为她的到来 让吐蕃人民的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春天 人们把从中原带去的粮食种子 播种在高原的沃土上 秋天 吐蕃人看着那茁壮的装甲 和惊人的产量 对比自己落后的农耕方式 不禁对大唐的先进技术 佩服得五体投地 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鱼 在松赞干部和文成公主的授意下 大唐的技术人员开始向吐蕃 传授农耕知识 让他们在放牧的同时 也能发展农耕 当时 唐朝佛教盛行 而藏地无佛 文成公主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 在松赞干部的帮助下 建成了大昭寺 并把自己从长安请来的佛像 供奉于此 从此 佛教慢慢开始在西藏流传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美好的时光 总是稍纵即逝 公元六百五十年 因长期征战 而基劳成疾的松赞干部 撒手人寰 在一起仅仅九年的两个人 从此 偏人永隔 他们神仙眷侣般的生活 就在干部去世的节点 画上戛然而止的句号 在此后三十年的漫长岁月中 文成公主始终清心寡欲 潜心念佛 继续为大唐与吐蕃的和平 发光发热 在此期间 唐高宗怕文成公主 在外忍受委屈 随派使臣 初始吐蕃 想把她接回长安 营养天年 但为了唐波 两国人民 能够安居乐业 永享太平 文成公主 拒绝了高宗的好意 她对使臣说 我既然来了 就没有想着回去 我将兑现自己 对先皇的承诺 柔弱 柔弱如她 内心却无比强大 公元六百八十年 文成公主逝世 吐蕃为她举行了 隆重的葬礼 大唐以前使臣 赴吐蕃吊计 世人都称她 文成公主 却没有人知道 她的真实姓名 她本可以依偎在 父母身边 尽情地享受 天伦之乐 但是她却选择了 背井离乡 远嫁抑郁 她本可以在丧夫后 回到大唐 再嫁良人 享受儿孙满堂的 美好晚年 但她却选择 截然一身 坚守诺言 她用一个女人的 隐忍与坚强 成就了流芳百世的 贤德与不朽 吐蕃人更是亲切地 称呼她为 白度母 即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也许因为 生命中遭遇了 太多的委屈 才让她练就了 常人 无法企及的格局 只有吞下委屈 才能卫大格局 这便是文成公主 留给后人的启示 与君共勉 好了 文成公主的故事 我们今天就讲完了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 诗殿读书 也欢迎把我们 推荐给你的朋友 和家人 让我们在阅读里 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晚就是这样 祝你晚安 做个好梦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ñ Oo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